田龙皇帝苦苦寻找的定谣瓷器 存世稀少的子定精品 为你展现宋代瓷器朴素韵味之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在中国瓷器史上 宋代瓷器的艺术水平最高 产生了文明鱼式的 汝瑶 官瑶 歌瑶 军瑶 定瑶 合成五大名瑶 其中定瑶以盛产白瓷著成 其实定瑶不仅产上等白瓷 而且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瓷器 它比白瓷更加名贵 在宋代时就因产量稀少而价值连城 下面我们就从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说起 2005年7月26日 江苏省金潭市的一处工地正在施工 突然人们挖到了埋在地下的青砖 一座方形的砖器建筑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工人们立即停止施工 随后文训赶到的考古队员 对现场进行了勘测 他们初步判断 这是一座古墓的墓顶 从墓葬的结构分析 应该是一处宋代的墓葬 经过考古发掘 专家从这座古墓里发掘出宋代瓷瓶 抄手艳和古代钱币等文物 墓中还发现保存完好的墓之名 上面的文字表明 墓主人名叫孙昭德 家中历代为官 他在宋代西宁三年死于润州延岭县 后来又迁入到了金坛 在墓中出土了一件北宋酱柚煤瓶 它高22.7厘米 煤瓶瓶口窄小 紧短肩宽 平身健收 底部微微外铁 造型优美匀衬 整体是酱色柚 外表半黄色 人们又称它为紫金柚 也称氏柚 因为柚料含铁 所以在高温中产生了类似铜器的质感 这件煤瓶 现收藏于中国江苏省金坛博物馆 北宋初年 宋太祖赵匡印提倡节俭 他力图改变唐代时 人们追逐金银玉器的奢侈之风 皇家御用之气 以陶瓷制品为主 全国上下于是纷纷效仿 一方面推动了宋代制瓷叶的发展 另一方面 瓷器也以简约大气为美 这件酱油煤瓶 以柔和匀称的瓶体 给人一种简单的弧线美 充分体现出小口煤瓶的挺拔秀丽 这种素雅轻易的瓷器风格 是宋代瓷器崇尚简约的典型代表 定谣位于河北省区阳 这里古代时属定州管辖 因此称为定谣 定谣从唐代时开始创立 有长达七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尤其在宋金时期 一度成为北方生产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 生产御用供瓷时间最长的窑场 稍造出文明世界的定谣白瓷 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的 宋代定谣白瓷婴儿展 就是公认的定谣白瓷代表作 它右色洁白青牙 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 给人以柔和月幕 温润甜净的美感 定谣白瓷稍造温度 比其他瓷器的温度要高 所以定谣白瓷的瓷胎最为坚硬 元代典籍中曾有 定谣花瓷欧 颜色天下白的赞誉 花瓷欧是指定谣白瓷上 功巧富力的装饰 与花又瓷器相比毫不逊色 而定谣白瓷的艺术水平 可谓独步一时 冠绝当世 专家说 白瓷乃彩瓷之母 定谣白瓷为彩瓷的烧造成功 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这件酱油煤瓷就是定谣工匠在白瓷基础上 烧制出来的一件单色柚的精品 这件煤瓷的看上去气形简约 颜色也很单一 但是出土时却称得上是轰动一时 因为这种酱油瓷器 目前全世界发现的完整器也不到实践 而在古籍文献中 这种瓷器又被称为紫钉或红钉 宋代仁宗皇帝还曾亲手砸碎了一件 据宋代建文录记载 宋代第四任皇帝仁宗执政期间 有一天仁宗来到后宫张贵妃的房间 他看见张贵妃神情慌张地藏起了一件瓷瓷 仁宗让他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件定谣红瓷没瓷 仁宗追问瓷瓷的来历 张贵妃回答 是一位大臣尽献给他的 仁宗打怒 他说 官僚们行贿是不知廉耻 你接受贿赂是你贪财好利 如此下去 国无国法 家无家规 你干的是亡国败家的事情 说完把瓷器砸个粉碎 令人疑惑的是 宋代时 至此也十分兴生 全国各地分布着数不清的窑场 仅定谣就有大窑三千六 小窑如牛毛的说法 窑场多产量自然就高 即使普通百姓家中 也会有几件瓷器用来日常使用 那么大臣送一件瓷器给张贵妃 又怎么能称得上贪财好利呢 原来 建门路中特别提到 张贵妃手里拿的瓷器是一件定谣烧制的红瓷 大臣为了贿赂张贵妃 所送礼物不仅贵重 而且稀有 这样才能显示出独特的心意 而定谣红瓷恰恰符合这些条件 也正因为红瓷名贵 所以仁宗看到张贵妃手中的瓷瓶 才会一眼断定 它是大臣尽献的贿赂 宋代大门豪苏氏曾在诗中写道 定舟花瓷着红玉 大意思说 定谣瓷器精细兼制 甚至可以用来雕琢玉石 诗中提到的花瓷 指的是定谣瓷器 造型 文式 右色繁复的表现形式 那么 定谣红瓷究竟是什么样呢 其实 红瓷的右色不是鲜红色 而是指降右 鲜红色的红瓷 是由宋代君谣创烧成功的 这在中国红瓷史上 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 古人说瓷器上的红色紫色 其实都是指降右色 当时有入谣千变的说法 人们根据颜色将泛红的瓷器简称为红定或紫定 而泛黑色的瓷器称为黑定 这件降右煤瓶也就是古籍中提到的红定和紫定 宋代定谣以稍造白瓷为主 同时也稍造少量单色有的瓷器 据明代替曹昭格谷要论记载 有紫定色紫 有黑定色黑如漆 其价高于白定 意思是说 定谣的紫定和黑定 价值比定谣白瓷要高 定谣降右瓷器之所以产量稀少 这与它的稍造难度密切相关 从这件煤瓶的瓶口可以看出 钥料在稍造时向下垂流 露出了洁白的胎骨 专家说 稍造单色钥的瓷器 胎体的原料比普通白瓷要求更严格 而胎体外面只挂一层很薄的钥层 经过上千度高温烧制 摇变极难控制 要达到右色纯正 通体一致光润美观的效果 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定谣生产的降右瓷器 主要是碗盘叠等小型瓷器为主 而瓶罐之类的瓷器 因为太难烧造 所以存世极为稀少 清代的乾隆皇帝酷爱收藏古代瓷器 他倾全国之力搜罗了不少宋代民谣的瓷器 却唯独找不到宋代定谣的降右瓷 可见在清代史 子定瓷器就已经极为罕见 古色古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谣的紫定和黑定瓷器 结果是无功而返 这令乾隆不免在诗中表达心中的遗憾和哀叹 据专家介绍 目前存世的宋代定谣降右瓷器极为稀少 除了金潭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煤瓷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件北宋定谣降右盖板 它高 口径13厘米 拍 专家说 定谣降右瓷器是最罕见的瓷器之一 而这件煤瓶保存完好 气形堪称独一无二 又是一件墓中出土的文物 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堪称定谣瓷器的旷式真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